摔焦了,不要哭,再爬起来,站直一笑,拍拍成灰,持血奔驰,正是人生的每一个波折,习惯人生的每一回崎岖,汲取人生的每一场失利,使用人生的每一个崎岖,建立给自己一个最夸焦的心境,平衡住自己的气味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不基于成功之事,就算摔了再大的焦,也相同能成为明日的更好。 诸年生人,兴致温和,而事业有妖娇,好尽不易好动,缺乏思虑决断,致是一生了好机会,但富有背叛心而重有情,强浪在今前,因为事业上多情与次失败,此人色情致念甚至勿招一生的不幸,以应谨慎之,诸年生的人敏感,记忆力强,有慈悲心,守秩序,坚实,坚让,沉静孤立, 是美股渐渐衰微制造,所以前运因机简,以待老年之幼,生小猪的他们,九月下旬即新必幼,因好运影响,有望告别很长一段时间,赚钱受阻,赚钱很累的现状,到时候会有大运到来,要么官升三级,要么存款大涨, 家中的祖夜有望得到新盛,另一方面对于少部分属猪的人而言,虽然事业中多有挫折,但是通过调整好自身心态多家行动,随之眼界提升和人脉开拓,往后朱是发展顺利,属猪之人九月下旬即新照耀,受此好运影响,有望离别之前一段时间朱是难顺,日子一般一般的状况, 建时运势大望,大潜入掌,作业兴旺,此外关于一部分属猪的人来说,虽然作业中多有挽曲,但是经过多考虑,学习同堂或优移者,跟着好运加持和才干前进,往后屏部清源即将到来,爱情,中屏,下周游喜游悠,没有对象的有机会遇到新意的对象,但爱情路上波折重重,难乡前蜜, 一有对象或配偶的你,虽然两人仍然问爱但会感到空虚,人缘,小兄,下周有可能会被人误会,或招任小人,与人讲话要谦和,不要太直太冲,以免得罪小人,为自己招来灾祸,免得让家人朋友也跟着担心,毕霞四大事件一生笑诛,你是否遇到了财运不好,事业不顺利,晋升难, 感情不合等等这些问题,甚至还欠了一屁股的债,感觉人生出路迷茫,为什么他人可似顺风顺水,而你却这么倒霉? 那是因为你错过了与本命佛结缘的机会,这就是为什么越有钱人越注重这些,如果你想要突破当下的困难,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,按篮子,就是你出头的第一步,这是由毕霞四大师,真实开关过的本命佛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